新聞詳細內容 設立新機場啟用第三天 客運大樓運作今天已有改善 旅客投訴明顯減少了 但我們的記者去到大樓的內部觀察 其中提供給航空公司做辦公室的兩層樓宇 好像未完工的地盤 根本不適合使用 劉敬雄會看過 這條黑媽媽的走廊 任何人經過都會產生危機感 走前一點情況就更加得人驚 所有通道都堆滿垃圾 公眾走廊的天花板還未裝好 露出冷氣槽 好像還未完工的地盤 這個好像125億元興建的客運大樓 不單在運作上產生不少漏洞 大樓內部亦都問題多多 提供給航空公司使用的兩層樓 基本設施完全未做好 電梯大堂就變成垃圾站 假天花就遙遙欲墜 在這裡工作的人說 每天都有上千人走過這條通道 但只是不單止不足夠 連用來逃生的走火通道都變成這樣 而消防後就放在一些不當眼的地方 萬一發生火警 後果又不堪折上了 至於辦公室又沒有冷氣供應 氣氛還高達29度 在這裡工作的人都說很辛苦 我們回來要換T恤 可以吸汗的 我的臉紅得好像蘋果一樣 沒辦法可以在這裡停止半小時 Hot Confusing and frustrating 更加不方便的是整層樓 只有兩個沒有標誌的廁所 更加沒有寫男廁和女廁的分別 根本這個是女廁 就是女廁 就是女廁 廁所裡面的情況更加是得人驚 在這裡上班的人都說 曾經向機管局投訴了很多次 但依然沒有改善 亞洲電視記者劉驚雄報導 由旅客受到航班的言誤 在香港滯留了三天 行李都還未找到 他們批評新機場並沒有足夠的準備 就投入運作 會影響香港的聲譽 實習記者楊國志報導 這兩位原定在新機場啟用 當日飛去內地談生意的英國商人 因為航班一再言誤 不單止不能夠成為首日 京生機場來港的搭客 更加連生意都談不成 行李又不見了 他們等了兩天 都沒有行李的消息 今天載到機場查詢 終於找回行李 你們有我們的手袋嗎 是的 在哪裡 在航班 其實他們的行李並沒有飛走 一直都留在貨運處 但是就找不回 這個問題 我問的是我約摩的資料 但是我不可以說話給他們 因為如果我說的話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否真的在那裡發生 我現在簡直不是很清楚 他的運作是跟航班機場一樣 還是一套全新的方式 全新的系統做過 我完全不知道是很奇怪的 他又說由於電腦系統出現故障 要改用人手處理 至少幾千件遺失的行李 他已經超過24小時沒有睡覺 航空公司說 會賠償兩位搭客的損失 很幸運 但幸運後 48小時在航空公司 我非常幸運 我會帶我回到航空公司 但我認為 我們會飛到航空公司 和羅振邦說的最新情況 麻煩你 羅振邦 我們現在在新機場的客運大樓 新機場啟用的第三天 我們發現這裡的設施和服務 是有了逐步的改善 好像是大堂的電腦顯示屏 顯示航班 錯誤的情況減少了 另外 乘客拿回自己行李的時間 也是縮短了 不過不少乘客 不少旅客 仍然遇到不少問題 一起去看看 這幾天使用新機場的旅客 各自遇到不同的問題 這個來自福建的女人 帶著兩個小孩 在新機場啟用當日到港 打算轉飛機到紐約 同丈夫聚會 誰知他們在機艙滯留了兩個多小時 最後轉不及機 飛機飛走了 三天來又花了錢 現在都不知怎麽算 最後在航空公司協助下 他們終於可以在吞人離開 而這個返港旅客就說 今天用了兩個多小時 在十幾條行李輸送帶 找自己的行李 有點像尋寶的感覺 另外有乘客原定 昨晚坐五點半班機 由廈門來香港 但是等到晚上十一點 才知道香港機場出現問題 需要取消 在廈門下留著一晚 今天才可以轉內陸機去廣州 今天都給不了解答 我們究竟可不可以 乘原班機回香港 他說原定想試試新機場 結果自己要額外買機票到廣州 覺得很勞氣 其實新機場啟用第三天 好像顯示航班的電視螢幕 電梯 以至廁所都還經常出現問題 需要維修 不過一些旅行團的帶隊就說 今天停機坪的登機橋 和巴士服務已經有改善 他們在機艙倒等的時間 不超過半小時 而拿行李的時間 亦由三、四個小時 減為一個多兩個小時 算是有些進步 他們希望新機場的設施 可以盡早完善 雖然客運大樓這裏的設施 正在逐步完善 不過客運大樓運作總經理吳其成 就承認 現時只有三分之一的航班 可以在原定時間 不超過半小時之內起飛 達到國際的機場水平 另外 大約四成未博通的電話 可望在週末前可以博通 讓市民使用 另外 他們現在盡量縮短旅客 拿回自己行李的時間 就是底港的旅客 他們大概需要 一個平均數值 大概需要三十分鐘 就可以拿到他的行李 這個這樣的時間 當然不是一個理想時間 在啟德來說 那個平均數值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需要繼續改進 至於貨運大樓那邊的情況 就交給我們的同事羅佩琼說一下 羅佩琼 羅振邦 我們在貨運大樓這邊 發現今天的貨運運作 都不是那麼順利的 雖然今天貨運站 就宣佈停止停運部分的貨物 但都有不少貨車 是回來拿回前兩天 拿不到的貨物 而在停機坪方面 我們下週進去停機坪附近 就發現停機坪上面 仍然堆積了不少貨物 在貨運站外的停機坪 雖然有飛機在那兒上落貨 但也可以看到有不少貨物堆積在那兒 一間速遞公司說 他們和海關有獨立的電腦聯網 所以不受這次貨運站電腦系統出錯的影響 而在下週有不少貨車被通知 來到貨運站拿貨 但因為上週來的車還未拿到貨 一時間都有不少車聚集到貨運站 於是貨運站向司機派發傳扶機 呼籲司機在外圍等候 到確定有貨拿的時候再傳扶他們上來 一個運輸公司負責人說 他昨天派了12架車進來拿貨 等了十幾個小時 甚麼都拿不到 今天吸收經驗 只是派兩架車進來等 寧願有貨拿的時候 再叫其他車進來幫忙 不過通知他們7點鐘進來 依然等了幾個小時 內內會會辦手續都拿不到貨 可能要重複做很多次 才可以拿到張單 但拿到張單都未知可不可以拿貨 其實很多司機都是拿到清關紙之後 因為貨運中心找不到貨物擺放的位置 而要繼續等 一間運輸公司在新機場開幕那天 運了批新鮮魚來托運去加拿大 但批貨就上不到機 批魚放在倉上 由油水魚變死魚 現在想拿回 貨運公司反而要收倉租 要航公司幫手求情 才可以拿回一批死魚 司機說 今次因為貨運公司電腦出錯 而令他們蒙受損失 他們會爭取賠償 但首先要求貨運公司 不要收過時倉租 可以見到 現在貨運大樓外面 仍然有不少貨車 在排隊等候 司機說 他們都不知道 還要等多久才可以拿到貨 我這裡是報道告一段落 交給新聞報 謝謝各位在外面採訪的同事 昨天在新機場的貨物 部分運往啟德機場 舊貨運站交給貨主 大運輸公司投訴工作人員不足夠 提貨的工作進度很緩慢 實責記者李可爾報道 啟德機場雖然已經停用 但貨運站仍然有限度運作 清理以前留下的貨物 由於這兩天新機場的貨物 亦都運到舊貨運站處理 導致貨場裏面堆積了大批貨物 但由於留守在舊貨運站的工作人員 數量有限 工作進度緩慢 導致來提貨的運輸公司職員不滿 因為我的貨一定要過餘農署 到五點鐘他要下班 他就沒有辦法拿到一張證 他一定給我證了貨物 我才能拿貨走 運輸公司職員說 過往可以即日提取貨物 現在就要等幾天 不過空運貨站公司否認人手不夠 他們解釋說只是由於貨物 要由新機場運回來 所以提貨公司就要等多整個小時 亞洲電視記者李可爾報道 CLC一陣 回來是會報道 天馬艦地皮短期租給旅協 進行促進旅遊的活動 橋本宣佈減稅計劃 新時代精神 黃露吉 洛江的音樂 我好食… 我… 怎麼才有真正的澳洲感覺 要香噴噴 要軟、要滑、哩哩 還要白雪雪 聰明,每天都有惡粉 當然是跳升為澳洲米銷亮冠軍 最是澳洲之名 好吃到挑起 吃完東西 口腔內的酸性開始侵害牙齒 增加鑄牙的危險 照二十分鐘益達 可以增加口水 中和口腔酸性 照益達幫助防止鑄牙 世界牙醫學會認可 由臨時區域市政局主辦 一連一度的國際兒童藝術節又開羅了 今年的節目精彩絕倫 有來自世界各地和本地的藝團演出 和一系列專為小朋友設計的工作坊 來自加拿大的艾洛斯魔幻特技團 一班伸手不凡的團員 會帶你進入他們的奇幻世界 為你作出各種高難度的表演 而美國的魔法大師菲義士 和上海木偶劇團 經營為小朋友準備了很多神奇的魔術表演 和生動的橡球木偶劇 包補令你拍案叫絕 現在就去城市電腦售票處買票 雷為Cave 日之全蒸漏水 服務熱線26271311 明報信德和啟發多 要找助冠軍補助? 當然要有高的質素 一張好的梳化都要有很多優點來配合 軒琴居的梳化系列就有齊這麼多個人之處 這麼實證的松木梳化框 由丹麥原裝進口 這個符合美國防火標準的PU座墊 安全內容 加上歐美布藝的枯筍套 拆出來洗方便容易 款款超值,快點來選一張吧 海馬店獨家發售 我們學游泳學得多開心 全家媽媽買了Starfish雜泳半身給我們 請我們學得多快又多好 穿了Starfish雜泳半身 學游泳真的很輕鬆 今年還有全身款式的迪士尼寶寶 米奇小隊友,小熊維尼Starfish陪你玩 快點買分件,勇待你賓士雜泳 美名恆久遠,愛心永流傳 元方正約,百年老婆 居行必備,人人樂用 香港李中聖堂保濟院 以其內里長為愛智感冒的卓注功效 成為暢銷世界的著名良藥 請認明香港李中聖堂保濟院 回到新聞時間 新機場貨運站仍然陷於癱瘓 雖然一些海鮮和鮮貨的批發商 陸續拿回一些貨物 但是很多已經開始腐爛,損失慘重 梁禮尚和一位海鮮批發商談過 這個魚缸平時載滿澳洲龍蝦 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 因為入口箱預先不入貨 5號本來有貨來的 有龍蝦、有鮑魚來的 我們都叫供應商不要來 因為5號晚搬貨 6號一早就說操作 我們不相信這個情況 即是自己家裡搬家也要幾天收拾 雖然說沒有入貨,減少了損失 但由於沒有貨交給酒樓 三天來沒有了四、五十萬生意 馮先生現在只剩下少部份的波士頓龍蝦 可以賣到後天 他說幸好那些三文魚 在經澳門的機場運回來 否則受影響更嚴重 至於鮮花方面 有些幸運在機場拿到花的運輸箱 都很無奈 這些貨已經很久了 6號那天已經 因為局處太久 花虛的花不是焦了就開了花 業內估計 全行每天最少損失三百多萬 而空運生果 好像車離子一樣 零售價就貴了兩、三成 以前三百多元 三百四五元 現在四百多元一箱 他說很難賜買到這一箱 沒有爛的車離子 阿德電視記者梁麗常報導 新機場貨運出了問題 但不少出入口箱 都沒有跟貨物買保險 對他們的打擊是嚴重 可能引返在連串的索償官司 洪潔未報導 擁有15個商會會員的 副貨人委員會表示 空運貨物佔出口總值兩成 估計以價平均每日損失十幾億 暫時未收到會員表示 有顧客取消訂單 導致損失而打官司的 空運公司跟我們解釋 索償會引起連鎖反應 廠家或者出口商會告空運公司 空運公司就告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就告香港空運貨站 根據國際航空協會定出的規則 每公斤最高賠20美元 但對於貴重物品 亦都可以按實際損失索償 除了巡民事訴訟之外 貨物可以因為言誤而得到保險公司的賠償 但天災就不列入售保範圍 不過由於啟德機場行支有效 本港貨運商很少買這類保險 他又說 日後貨物而言的保險會不會加價 要視乎新機場貨運交收情況 是否持續惡化 亞洲電視記者洪潔微報導 財政司司司長曾蔭權說 新機場運作初期出現的失誤 是運氣不好 他相信有關當局有能力 盡快解決現時的問題 你知道機場 我們原先那時 大家都知道他想4月開幕 現在7月才開幕 我相信準備期是足夠的 當然他們有少許不幸 因為電腦有點失靈 另外就是 可能我們自己籌備這方面 也想不到有這樣的問題也未定 但我知道基本局這一方面 已經盡他們所想 我希望這兩天 一定將議員時那些 初期見到的問題也克服得到 但我記得 我們要公道些少 很多新機場使用的時候 都面臨這些一類似的困難 我知道他們這幾天已經傾全力 上午、下午、晚上一邊開業工 清理那些議員時 即職的問題 我相信這些操作很快很快就會變成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場 我們不要在擔心 開頭開始的時候 一兩天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影響到我們對它整體的印象 受到新機場貨運站 暫停運作的影響 部份轉口貨物 已經改用澳門機場負運 澳門航運界人士相信 澳門機場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 主澳門記者聶國瑞報道 在香港新機場超級空運一號貨站 電腦發生故障之後 部份急於負運的貨物 已經轉由澳門機場運走 而首批貨物就包括有依22相乘以 全部已經在香港空運貨站辦妥手續 由於無法預期負運去台北 改在澳門重新包裝 曝光轉由澳門機場運走 在接下來這幾天 除了有原本由香港空運的貨物 經澳門機場運走之外 陸續還會有航班 經澳門國際機場空運貨物 負責澳門空運服務的公司總經理說 今次香港新機場貨運站發生故障之後 未來這幾天 會至少有兩班 原定在香港起飛的貨機 改由澳門起飛 我們有幾個飛機要預計 明天下星期 並不是原本預計 而我相信是由香港從香港浪漫 而澳門航空貨運界的人士說 以澳門現時的條件來看 由香港新機場出現的故障 而騰出來的貨運量 不能足以應付 只能發揮分能的作用 亞洲電視駐澳門記者聶國瑞報道 其他日新聞 政府將前天馬南的土地租給香港 過程中